近日,此前从申花加盟华夏幸福的前国门耿晓峰,接受了新闻晨报的采访,他还谈到了国足1比5不敌泰国队的那场比赛。 在2013年6月15日,国足在合肥一比5大比分,不敌,以U23球员,组成的泰国国家队,创下国足有史以来与泰国比赛的最大输球比分,本场比赛的首发门将便是耿晓峰,谈到本场比赛他表示,这是我第一次经历一场比赛丢5球,但他对我的影响,并没有媒体形容的那么大。 耿晓峰觉得,一到五是中国足球史上最大的耻辱,但作为门将的他不应该为这个耻辱负上过多责任,这世上明眼人也还是多,也都看得懂是怎么回事。 一到五之后,陆能去工体和国安比赛,全场指着他鼻子骂。 对此,耿晓峰调侃自己,有多少人像我一样被全场5万球迷一起骂过,其实挺爽的。 歌星开个演唱会也就这待遇嘛,就好像身边的一切都赚得很快,但球迷骂我越厉害,我越觉得速度都放慢了,就有时间过脑了。 后来又去天津,看台上有人朝我扔一包子,太达专业球场吗,就扔我面前了。 他捡起来咬了一口,人还是要有娱乐的心态啊。 此前在一场足鞋杯比赛中,还在深花的耿晓峰把外员刮林骂了。 对此,他表示,我当时想别在上半场让人偷一个,但一直没有机会说,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和后卫还有后腰说一说,先稳住了,上半场别丢,球。 这时,以瓜林的视角,应该是看到某些进攻的机会,两人思想上就没能统一。 他就和我说了,我脾气确实有些暴,我直接骂他了,这一骂声音有点大,底下替补习都听见了,虽然骂的是中文,但瓜林也明白了。 他开始朝我鼓掌,回来就跟我说,破坏球队团结了,要处罚我,后来也没罚,就好几场没给报名。 周总来找我,说这事还是需要去解释一下,第二天,我就跟瓜林,主教练他们这一条线,得挨个道歉了,能不道歉吗? 中文字幕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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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